由華直說一分鐘 廉政公署於5月15日展開名為逼草行動 成功破獲一個本地打架球集團 行動共拘捕23名人員其中11名為球員 也是近年來涉嫌因為打架球被捕人數最多的一次行動 打架球之所以屢禁不絕、監管不足是主要原因 竹總主席貝君奇承認過往因為竹總人手不足 低級別賽事長次又多 導致未能做到每一場都安排監察員在場 令不法分子有機可乘 竹總若果短期內無法解決監察員人手問題 可以考慮通過安排專員回看賽事錄像的方式來進行監督 但長遠來看,為了確保賽事的公平性 以及本著對本港球迷負責的態度 竹總都是應該盡快招募人手 盡可能讓低級別賽事亦都可以獲得正規監督 同時,竹總應該加強對青年球員的教育工作 並且對於本地各個職業或半職業球隊成員定期進行培訓 抱及假球的危害 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體育觀念 而政府亦都可以增加運動撥款 令運動員可以在維持生計下 繼續為運動理想向前衝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 再見